霹雳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传出可能无缘入阁当部长 而他前天也不否认这个可能 只表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会改变 根据行动党内部消息透露 尼可敏不会入阁几乎是肯定的事 而马来邮报报道指 首相拒绝委任尼可敏入阁 是因为尼可敏曾经发表种族主义言论 有关报道也称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在昨天的紧急中委会会议中 几乎因为此事而落泪 消息人士也表示 行动党在第十四届大选 为西蒙赢得大多数席位 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 另外新政府上台超过一个月 完整的内阁名单依旧难产 副首相拿都斯里旺阿兹沙表示 新内阁名单还在商讨当中 促请人民多给一点时间处理 同时重申内阁需要更多的女性部长 至于被问到马六甲州是否获得分配部长职位 旺阿兹沙说一切交由首相决定 NTV7综合报道